大家好 欢迎收听有点麻麻的 我是Aries 我是Renny 让我们一起陪你遛狗鹿猫聊聊天 Aries我跟你说 我最近迷上了下厨做菜 因为下厨不但可以省钱 而且我还可以做一些鲜食点心给豆仔吃 但是你知道做菜最重要的就是油 但是因为我这个料理新手 平常就是没有特别那么常在煮菜 所以我每次到超市 去看那个贩卖一些沙拉油 或橄榄油一些油类的一些台子面前的时候 我就想说到底要怎么挑 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挑比较好 那我就来介绍一下我们家的必备盛品 那就是泰山均衡369严选调和油 它是严选了芥花油 葵花油跟西班牙橄榄油 调配成专为现代人饮食打造的黄金比例 帮忙摄取人体没有办法自行合成的 Omega 369 还有耐高温220度 而且适合用在煎煮炒炸 还有凉拌等各种通调方式 最重要的是它有通过SQF国际认证 高品质搭配均衡饮食 可以让全家都吃得很健康哦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说听有点猫猫的我是Renny 我是Aries 这一集的 诶这可以养吗科技篇 邀请到了上一集来的肥油以及爸爸Larry 大家好我是肥油爸爸Larry 对那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肥油还有一个隐藏身份叫做Dotter肥油 因为他是一个治疗犬 那我们现在就要请爸爸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有关肥油的一些小资料以及小档案 肥油的话他是8岁的男生 个性是非常活泼贪吃的 他最喜欢做的活动就是跑跑啊 跳水啊 讨厌狗 讨厌大的东西 他讨厌狗 为什么他会怕狗啊 肥油小时候有曾经被狗咬过 那我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关系 所以他之后都蛮讨厌狗狗的 后来有做一些正向的训练 原本未接触正向训练之前 对接有一只狗 他就会受不了 对这个狗一直叫 那目前的状况是 狗狗只要在5公尺以外 都不太会有什么反应 就还是要保持一个距离但已经不会这么的激动 对不会这么的激动 那肥油不喜欢大的东西是什么 很高的人这样吗 比如说我家换了一台电视 那个电视纸箱非常大 或是换了个洗衣机 他都会对这个纸箱很激动 对对对 为什么这么大 为什么这么大 好讨厌 不开心 那他出去外面就是比如说外出的时候 看到什么很大的东西他会吠叫 纸箱 家电类的东西 肥油是真的对那些他不喜欢东西的反应还蛮明显的 对还蛮明显的 对 那Larry一开始是为什么会想要养科鸡啊 科鸡就是非常非常疗愈 你会觉得这只狗狗只要他醒着的时候 他好像都在笑一样 我觉得他可以疗愈我们 给我们很多正能量 那再来是我觉得肥油很像搞笑艺人 对 我就觉得好有趣哦 那我就来养科鸡 那可以请爸爸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跟肥油相遇的过程吗 我们跟肥油相遇的过程是因为 那个时候朋友家生了一窝的小科鸡 我们原本想要养的不是科鸡 是别的狗狗 那原本是想养什么其他的品种 我原本想要养蜡蜡 蜡蜡蜡 也是弟弟盘的 也是弟弟盘的系列 后来决定养科鸡 因为刚好有生一窝嘛 对 然后决定养科鸡之后 阅读了一些相关的书籍 然后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学生 没有太多的钱 然后我们就听听免费的讲座 开始去五间行买一些材料 DIY做一些微片啊 土法练钢 按照输养 做一些龙内训练 抱着期待的心 迎接油油到我们的新家 Larry在油油之前没有养过其他的狗 以前有养过其他的狗 不过都是家人协助养 家人是主要照顾者 那也有把狗狗养到走掉了 对 又就是知识不够啊 所以油油来的时候 我们是花了很多的时间 心力想要给他一个好的环境 可能就有一些前面的经验之后 就是会越来越慎重 对这个生命这样 那油油有没有做过哪些 让爸爸妈妈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 我记得有一次有个晚上 大家都准备睡觉的情况下 突然感觉油油对这个门 非常非常激动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 然后他就试着去抓这个门 然后想要把大家都叫起来 告诉我们外面发生什么事情 后来才知道说 我的阿公半夜上厕所的时候 他脱久了 别倒吗 对他有一个髋关节的习惯性的脱久 但是那个时间真的太晚了 没有人听到 他油油发现了这件事情 所以后来有发现 阿公其实在厕所里面拍拍门这样 然后油油通知了我们 我们赶快联络这个救护车 把阿公送去医院这样 天啊真的是好险油油耶 对没错 他当下如果没有及时发现 家人等很晚才发现的话 就是延迟了就医的时间 没错没错 而且这样我觉得很神奇 为什么油油这样子应该是听到拍门声 对不对 对他听到这个拍门声 那后来很有趣的是 阿嬷都说 哦油油救了你 阿嬷就会这样跟阿公说 对啊 对 因为我刚才本来是想说 油油怎么知道这个拍门声 代表有不对的事情发生 但是他怎么会知道要去通知其他家人 我觉得这一点还蛮 令我蛮惊讶的 很厉害的耶 对他真的蛮厉害的 所以油油可能都懂 就是可能发现 阿公有危险 然后赶快要去跟爸爸说之类的 对对对 真棒 那 Larry 刚刚有讲到说 他不太亲狗 刚刚有说嘛 就是只要狗狗以前即使很远 他都非常激动 会把你牵绳这样拖着走 好像就是要去跟这只狗狗拼命 对我来说其实是很困扰的 当然现在状况比较好了 但是我们很难让他讨厌的东西完全消除 所以如果转角真的又遇到一只狗 对我来说我也是蛮困扰的 对因为就是遇到别的侍族 别的侍族可能想说 就是可能想要认识一下 结果不想到肥油就一个暴怒 要过来 我们有一次 因为肥油有粉丝专业 那很多养科技的朋友 其实是认识我们的 那也会看我们分享的日常 就有一次在肥油去游局的时候 也遇到一个科技的氏族 他就想要把他的科技 再来跟油油认识 我已经看到那只科技 两只脚抵在地板 我不要过去 结果他说没关系没关系 我们狗狗很乖哦 肥油很生气 他的狗也很生气 那后来怎么办啊 后来我说没关系没关系 我骑着机车赶快落跑 天哪肥油那时候一定崩溃边缘 不要过来啦 那个时候妈妈好像在邮局处理什么事情 我直接把他丢在邮局 我不理他 直接放生妈妈 直接放生妈妈 等于是其实带肥油出去的时候 也是要蛮一直在注意 对 溜狗其实要注意 就是要注意他的刺激物啊 或是注意地板 有没有一些危险的东西 不要让他知道 不要再边滑手机边溜狗 后面是在公园看到就很问号 你要滑手机干嘛带狗出来 突然生气 那我想问爸爸 就是在饲养肥油的时候 有没有遇过哪些跟他的一些磨合期 或是比较困难的地方呢 肥油的话 他一开始对人的粘着度是比较高的 那只对特定的对象 像是他对我的粘着度是很高的 当然说他小时候是不太理妈妈的 这点让妈妈是蛮挫折的 后来有经过这个治疗犬的培训 那当时治疗犬的指导老师是说 肥油其实对吃的欲望太低了 他是一个世界上最有钱的狗狗 他对吃的欲望是很低很低的 风衣足食的狗 所以说在这个部分就会希望说 我们调整好他的吃饭态度 那之后在训练的时候也会比较顺利 那我想问一下 爸爸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之下 让肥油踏上治疗犬这样子的训练之路 我觉得我们很幸运 是我们家对面就有个安养中心 那每天下午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坐轮椅的伯伯 那他们就会出来晒晒太阳聊聊天 那个时候我就常常带肥油 在这个时候去散步 遇到这些伯伯啊 阿姨啊 他们都说肥油好可爱 他们都在轮椅上弯着腰摸肥油的背 我觉得肥油一个疗愈人心 一个很正向的能量 所以我就想要带肥油去帮助更多人 而不是疗愈自己 我就带肥油踏上了治疗犬之路 参与了这个治疗犬的培训 然后让它把这个正能量分享给更多人 那如果有一只狗狗 它想要去成为治疗犬的话 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先天条件的部分 那治疗犬会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如果说是训练的部分 这个都是我们可以靠后天的努力去完成的 但是狗狗一定要有个先决条件 是它要够亲人 这个狗狗在还没有接受任何训练的时候 它就一定要够亲人 它甚至要很喜欢人很喜欢人 它才可以成为治疗犬 对刚好肥油符合这个条件 因为它讨厌狗 对 它讨厌狗它喜欢人 所以非常符合这个先天的条件 就变成它遇到每一个人它都OK 这样子才可以比较适合去当治疗犬 对 我们刚刚讲到说治疗犬 它也是需要经过一些训练 但这个训练跟我们一般可能 房间又看到一些行为训练 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我们其实全名叫做动物辅助治疗 那在这个部分 其实是把动物加入一些治疗的项目 比如说我们达成在个案的情绪 或是认知社会人际 附件跟压力的调试 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带肥油到这个安养机构的时候 让它们达到一个放松陪伴 甚至让它们说出自己很喜欢狗 很爱狗这些话 那这样的训练大概会需要多久 其实没有一个一定的时间 那这个治疗犬它的训练 整个训练过程中 它会有比方说达到一个怎样的目的 才能算是结训这样子吗 治疗犬 不是有什么认证吗 就是要考核之类的 有需要吗 治疗犬其实是会有一个 很完整的培训的课程 那我们会以一起十二谈为主 它考试的项目会有很多 像是全程都可以被抚摸 穿越人群 脚车随行 远处的声响不能有太大的反应 还有一些辅具的接近 玩具的干扰 甚至你要可以把它换回 让它练习独处 还有一些基本的服从项目 这些项目的话都是 对于治疗犬来说很重要的 一定会有些项目是 对狗狗来说比较难的 那不用每一个都达到满分 但是要大部分都可以做得到 那这些训练是不是主要就是让狗狗更加的稳定 让它练习说跟不同的人都可以达成某种程度的默契的感觉 这事件是这样的感觉吗? 我们是希望它可以对每个人都是很友善的 今天你叫肥油坐下 跟我叫肥油坐下 它都可以乖乖的坐下 这个也是考试的一个项目 我们有考官 考官下指令 如果你的狗只听你的话 那个就不太符合治疗犬 那其实对狗狗来说是一件蛮不简单的事情 那肥油这样子有获得这个治疗犬的认证之后 他会需要去执行什么样的任务吗? 我们服务的对象不同 会有不同的任务的目的 比如说我们去学校的话 即便是大学生 很多人是很害怕狗狗的 所以我们会在这样的课程中 教导你们如何去认识狗狗 跟狗狗有个好的关系 但是我们如果今天是去安养院 大部分都是以陪伴 甚至有些会做复健的项目 我们做一些复健的项目 是主要让个案以抚摸的方式 让他们去诱发想要复健的这个欲望 肥油成为治疗犬 就是开始有去各地方服务之后 有没有一些让Larry 比较印象深刻的故事呢? 我们有一次去安养院 服务一个小脑萎的个案 这个小脑萎缩的个案是非常非常喜欢狗狗的 然后他看到肥油的时候 他好开心哦 他是一个小女生 然后他就不断地想要去脏手摸肥油 对我们来说手掌开合是再也简单不过的事情 但对这个小脑萎缩的患者来说 手掌开合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他在开合的过程中 他的脸部其实非常非常增连 之后下个礼拜我再带肥油去服务的时候 我发现他手掌可以开合的 机构的社工是跟我说 个案是非常非常努力的在做复健 他就为了这个礼拜 对这个时刻可以抹肥油 当时我真的心里充满了能量 非常非常感动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我觉得这真的超会感动 因为你就是很实际的看到 因为你们家肥油 然后让一个人就是有动力去改变 快哭 就是真的可以感受到治疗权 让他们有一些真的是实质上的一些帮助 那我想问一下爸爸就是 你对于肥油他有没有一些未来的期许 因为肥油已经8岁了 我对他的期许就是我希望他可以平安健康 然后那他可以在他的下半身过得快乐 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 然后可以跟我们自在的生活 达到一个关系的平衡 这就是我最想要的 好 那我们今天就谢谢肥油跟Larry 来到节目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非常丰富有趣的故事 喜欢我们的话 欢迎留言订阅给五星评价 每周一准时收听有点毛毛的 大家拜拜 拜拜